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纽线的维维安 欢迎来到我的多肉花园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的五孔玻璃花盆这个视频 已经突破五万五了 好 那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一一的回答你们的问题 感谢你们 然后不要忘记哦 看完我的视频要请按赞 订阅并分享 谢谢 好 那很多新手在下面问说 如果他们购买的多肉该如何处理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是 新手必学必看的技巧 当我们买了一颗新的多肉 买回家之后 我们要该如何处理 我们用最快速的方法来解决它 那今天就来看看我们的这一颗 买进来的多肉该如何处理 当我们购买多肉进来的时候 最好在我们的家中放置三到五天 让它适应我们的环境 之后再换盆哦 那第二点呢 我们最好使用非常透气的淘土盆 由于对新手来讲更是如此 那第三 当然我们就用我们的多肉土 那通常我一定还会再搭配浮食 大概三分之一为原则 让我们的多肉更能够透气 那第四个原则就是我们的多肉 必须在干土的时候换盆为原则 因为这样子才不会伤到它的根系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托盆哦 好我们就把它拉出来 要把它松吐 那托完盆之后呢 旁边的枯叶一定要把它拔除哦 那枯叶我们拔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拔几片叶子下来 然后来把它叶敷根部给修剪一番 把多余让它再更茁壮 好 那在我们剪的当中就有闻到人参的味道 那就表示它非常非常的健康 那这就是我们的老血 接着我们就要开始种咯 我们就把我们的花盆一定要放上网子 接着放在基底石 接着放在基底石 刚刚已经调配好的 好 再把我们的老血摆好位置 摆满 好 我们就接着轻轻的敲一下 最后我们要铺上卖饭石 好了我们把土换完了 整个托盆换土整个动作都做完之后呢 新手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字卡 我们要记住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老血 我们把字卡放上去 这样子 因为多肉 太多雷童 除非它很出色的时候 你才可以认得出来它 不然 通常放上字卡 要不就是你天天要看着它 认识它 它也会认识你哦 今天我们老血的换盆就在这边 新手学会了吗 好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并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我们下次见